接下來就看一些簡單的題目 因為這裡都很簡單啦 題目也都很簡單啦 他說有兩個完全一樣的杯子 有0度C的冰 然後水 然後黑紙 然後白紙 這其實有兩種 一個是裝熱水 一個是裝冷水 可是這兩個答案其實會一樣 他問你說哪一杯融化比較快 因為黑色容易吸收輻射熱 也容易放出輻射熱水 所以他就吸熱比較多 吸熱比較多 是要融化就會比較快 然後又比較快 所以說 我剛才講過了 改成熱水也一樣 兩杯熱水 一杯包白的 一個要黑的 結果還是黑的 降溫比較快 因為黑色容易吸收 也容易放出 所以兩個答案會一樣 所以有人會考熱水 有人會考冰水 不過兩個答案是一樣的 都是黑紙 都是黑紙 OK 調這個地皮酒 那這樣 請問你誰降溫最快 誰降溫最快 誰啊 就是考剛才的東西啊 應該是可愛小女生是嗎 不對 男生 因為剛剛11號沒答對 對 男生是三一 對 男生是三一 A 你不懂什麼 黑喔 黑色喔 你說A 你說A喔 就黑色嘛 因為是黑色容易吸收 容易放出嘛 所以降溫快 降溫快 OK OK 是吧 這裡是以前的聯考局 就是考過 但是我稍微換你 但是意思是一樣 就是這個泡泡會往哪邊動 往哪邊動 這以前考過 聯考考過的題目 OK 來 小女生 3號 3 3 1 1 1 2 請坐 人家抱他 你都不相信喔 有人抱這個 抱那個 都不理他 因為左邊的黑色吸收比較多 所以左邊會熱膨脹比較大 左邊膨脹 就把中間那個向右邊推 向右邊推 所以答案是向右移動 這都是考那個所謂的 黑色容易吸收 輻射 白色淺色容易反射 光滑的會容易反射 粗糙的會容易吸收 就考這個 好 了解一下 好 剛剛講過 把該背的背 該記的記 考試呢 應用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做簡單的立體跟練習